伊丽莎白二世在1986年访华曾经引起不少的轰动 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还成为了第一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英国君主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86年10月12号应邀访华 这是历史上英国君主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其间女王和丈夫菲利普亲王登上长城 出席中方举行的宴会 并转往西安参观兵马俑 女王这次访问还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晤 一见面两人的手紧紧相握 请你接受一个中国老人老头子 对你的欢迎和敬意 请你接受一个中国老人老头子 除了女王访华之旅外 中国历任领导人也多次访问英国与女王会见 为中英两国友谊写下篇章 见证了英国王室与中国的密切互动 而中英关系曾经的难点香港也与女王在位时顺利回归中国 女王曾两次访问香港 第一次是1975年 当时接到极门人群 政府特别批准市民放烟花 场面热闹 赛马会则举行女王杯赛事庆祝 女王更参观了公屋 展示亲民形象 1986年 女王到访中国内地后 顺道防港两天 当时港府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 香港各界人马在红馆上演了一场青年精英会演 规模盛大 女王造访整个香港都洋溢欢乐气氛 事实上 香港人以往生活中也不乏女王的身影 例如邮票以及平日常见的硬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